警方汽車扣留中心與路政署停車場 星期四先後有汽車起火 凌晨近2點 九龍灣常移道的車輛扣留及驗車中心 有一輛早前發生交通意外的的士突然無煙起火 消防人員其後將火救息 初步懷疑在的士由後過熱 事件無可熱 到清晨5點多 荔枝角達陽路 一個路政署停車場 就有貨車的貨斗無煙起火 並波及旁邊另一個貨車 消防出動一條後同一隊衣舞隊 雙火救息 同樣無人受傷